第三百二十八集 什么地方自己就没有威风过 风头都是让别人占了 不自由到了后厅就直接去见灵老 也不用人带路 直接推开了一间房门 那是个恋虚后期的老头 一头白发 神清气爽地坐在了一张摇椅上面 手上正拿着刚收过来的一块石头瞧着 对于不请自来的不自由 他没好气地骂道 谁让你进来的 都不会让人通报一声吗 一点规矩都没有 我们隐身进来就算不错的了 你还雕三剪四呢 不自由显得很随便 看起来和这灵老非常的熟 灵老也没有吼他 只是冷哼了一声 便不再理会不自由 只是专心地看着手中那块石头 哎 不要看这个了 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哎 帮我瞧瞧 这是什么来路 不自由伸手抢掉了他手上的石头 啪的就扔在了桌上 然后让金飞瑶把七彩石头拿出来 把七彩石头 强塞在了灵老手中 他一屁股坐在了灵老的桌子上 就催促了起来 哎 你瞧瞧 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灵老白了不自由一眼 仔细地端详起了手上的石头来 过了一会儿 他抬头讲道 不是 神灵两家的东西 应该是从杜天界上下来的 你从哪弄来的 我手上一块也没有 放着给我玩算了 杜天界的东西 确切地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吧 不自由又问道 不知道 给我玩个个把十年的 也许我会把用处告诉你 灵老颠了颠七彩石 就想把七彩石 占为其有了 不自由呵呵地笑了笑 行了嘛 等你玩个把十年的 我们的事情早就办不成了 然后他回头对金飞摇说 哎 这块石头你还要吗 不要的话 就扔给这老头玩好了 以后没零食用的时候 你来找他 叫他不给你零食 不用带着他找人 金飞摇有些疑惑地问道 哎 不用 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除非是杜天界下来的人 不过现在没有人从上面下来 想找人问也不行啊 不自由解释道 看来这灵老是非常有见识的人 金飞摇想了想 就同意把七彩石留在了这里 反正只是借给他玩玩 用得着的时候 再找他要回来就行了 出了一格索 站在了门口 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走的金飞摇 直接问道 现在去什么地方 不知道 等着世道经查吧 不自由很爽快地讲道 什么意思啊 我很急的 你们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 金飞摇不爽地说 不自由一脸询问地看着他 那你说去什么地方 使劲咬咬牙 金飞摇怒气冲冲地说道 雷术 我不是说过那人会雷术的 连这方面去打听 应该比较容易吧 早点不说 我都忘了这事了 走回去找雷术 不自由送统监 笑了笑 又带着金飞摇进入到了一格索 去找雷术 雷术一听 有些惊讶地看着金飞摇 确定是雷术 知道 当时就出现一片乌云 那雷就劈里啪啦地打下来了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人都给劈死了 威力不小 而且绝对不是什么天象 因为他手上有雷电放出来 金飞摇很肯定地点点头硬道 雷术摸着胡子想了想 才慢悠地讲道 雷术是神族之术 只有神族的人才能使用 而且只有轩原室的皇帝族会 其他的神族都使用不了 不过他们一直在渡天界 一般不会下来才是 轩原室 那人说自己叫轩原平 又会用雷术 难说真的就是皇帝族的人 为什么你们就这么肯定 神族不会下来 连夸父族都住在零几界 金什么神族就不会出现在天几界 金飞摇不解地问 明明夸父族这么大的一堆座在那里 夸父族 零老摇头说 他们当年是主动下来的 好像说是逃战乱 胆子有点小 又不爱厮杀 平时在渡天界的时候 就四处流浪的那种族群 所以打起来没地方躲 就到了夏界 我说神族不会从渡天界下来 是因为这里的灵气浓郁度呢不够 他们来了很难提升修为 你也看到了 轩原室可以使用雷术 那要引动天地变化 消耗的灵气不是一般的大 没有足够的灵气满足他们 来到了这里就像是大鱼 钓到了浅滩一样 没有用武之地 那夸父族就不怕 金飞瑶一想 那灵集界的灵气 比神集界的还长 夸父族住在那 完全就是自己困自己 夸父族有妖族保护 每天吃吃喝喝就行了 天性又不爱战斗 自然无所谓灵气的问题 其他的神族可受不了这个 所以这个叫轩原平的人 来历很奇怪 灵老也猜不出 这轩原平是什么来历 便提议啊 让他们去找夸父族看看 如果这轩原平 真是皇帝族的 在神灵两界上 唯一的神族便是夸父族 一个神族跑到了神级界 应该会想去找 同样的神族看看 不管是什么原因 多少会去瞧瞧 找点归宿感才是 毕竟不管是神族 还是什么族 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 总会想和自己同族的人在一起 就算以前不对眼 也会团结起来 金飞瑶没想到 竟然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 最后却和神族扯上了关系 还是轩原式皇帝一族 听说以前呢 这族可是天机界最大的神 放个无名小背下来 引个雷 就能避死这么多人 那以前的神的能力 得有多大 而让金飞瑶觉得可怕的 不是神的力量强大 而是三族竟然把如此强大的神 都给推翻了 夸父族的人我认识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找夸父族呢 简直就是太容易了 金飞瑶向灵老道谢后 就和不自由一起下了灵机界 去娇神界找兰京去了 看着坐在飞坛上 悠闲抽烟的不自由 金飞瑶皱了重眉头问道 你跟着我干什么 不是你对我说 走 去找夸父族的 现在竟然说我跟着你 你当我这么险 不自由嘟着嘴很不满 做人怎么能这样的 我看你明明就是黑闲 世道经都是骗人的 让你们找人 最后却还让我自己去找 金飞瑶摇头 表示对世道经很失望 想着要不要叫他们退零食 不自由不服气的讲道 你可不要乱说 世道经还真的有帮你找 他们这次在龙溪神界找修饰过去 已经查到了 虽然有人见过 但是没有多说什么 神威教倒还真是没人听说过 不过只要他是个教 而且人数超过十人 就不可能藏在地下过生活 总会走出来和人教嘛 而且你说的行锈服很鲜艳 只要出现 绝对会被人认出来的 不过 你怎么会把钱包袋都给胖子他们呢 如果没给他们 也不会被人一起带走了 不自由教训起他来 怎么能把值钱的东西给胖子他们带着 这不是找丢吗 金飞瑶条条梅 想道 我什么时候收过钱包袋给他们带着了 他们带的时候我给他们放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小福岛中呢 那你说你全部财产都没有了 不自由白了他一眼 整天胡说八道夸大其词 还真以为他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他俩穿的 进阶花费的 不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算下来 总价比我收在小福岛中的东西 要多多了 而且东西可不是这样算的 没卖出去的全是垃圾 等这件事情办完了 我就把弄来的垃圾都卖掉 龙大人这次带走了五百万商品零食 够他用多久 金飞瑶伸出了手指算着 突然想起了龙大人来 这家伙在上面到底用的是什么呀 自己可得算清楚一点 可不能搞了半天存不够零食 不自由想了想说道 听说他去的时候带了三百万块 两百年就用光了 这次带了五百万上去 想必也用不了多久 魔族也太宠他了 应该让他自己去挣啊 真讨厌这种有人供养的败夹子 不让穷人活了 金飞瑶横了横 心中可是充满了羡慕极度恨呢 不自由笑了笑 魔族可还等着龙大人炼制极贫法宝 或者是丹药下来呢 给点零食根本算不得什么 多少人上去都弄不到太好的东西 自己用的都不够 更不要提拿到下节来换零食 花费大自然赚的也大 魔族可是高兴得很 根本没觉得这是败家 只是没想到自己只是好奇跑过来 竟然能遇到神族下界 这可真是有意思 比偷窥那些 看得连屁股上长眉长智 都要知道的修士 要好玩多了 皇帝轩原事 让我瞧瞧这万年前最强大的神族 有什么触气之处 不自由的兴趣高涨 巴不得早点找到轩原平 这时候啊 就算是金飞摇摇赶他走 他都不会肯走的 对于不自由来说 放着这种有意思的事不去看 那几乎比杀了他还痛苦 两人赶到了焦灵界 却没有找到蓝鲸 焦灵界的妖族正在寻找蓝鲸 一个这么大的活人 在眼皮下面不见了 连带着当日守卫的妖族也消失了 让妖族大为恼火 而且问夸妖族的人 他们也是一问三不知 说不知道 也在四处寻找蓝鲸 金飞摇露出了脸上的符文 顺利的进入到了夸妖族的村子 见到了蓝鲸的母亲 这老太太还活得好好的 看到金飞摇来 一眼就认出了她 蓝鲸又不见了 金飞摇左右看看 人数都够 就少了蓝鲸一人 嗯 是的 老太太躲躲闪闪的讲道 一看她那样 就是知道蓝鲸的去向 怪不得妖族的人这么生气 这摆明了就是在说谎 不肯告诉妖族罢了 金飞摇也没多问 你不说就算了 反正你们都不急 别人还急什么 她便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们有见过一个叫薛元平的人吗 皇帝一族的 啊 老太太本来还故作淡定 却没想到金飞摇开口就说的是这个 把她吓了一愣 竟然失声喊了出来 这也太容易对付了 反应真好玩 金飞摇把脸一板 冷声说道 看来你们知道这个薛元平 不要骗我 我可是看得出来的 老太太高的身躯坐在那 显得很不知所措 最后假装生病 开始磕起来 金飞摇想了想 便换了个说法 态度稍微变好了一些 我的人被薛元平捉走了 我得把他们救出来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告诉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看在我救过蓝金的份上 你就帮我这个忙吧 就让他又不见了 但我总算是救过他 那你不要说出去 这关系着我们族的生死 老太太终于同意了 把金飞摇拿在了手上 凑到了脸旁边讲道 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看来薛元平果然来过这里 空派还威胁过这些夸父族 得了他的话 老太太偷偷摸摸的说 那皇帝一族的人来过 多万年前 我们就是他们的手下 现在也应该去帮他 我们都离开杜天界多少年了 连我自己都没去过 更没这个能力 自然不想去 而且当时有妖族发现 就过来阻拦他 没想到啊 都被他引雷全劈死了 然后说如果我们不帮他 下场 下场同那些人一样啊 蓝精让他放过我们 他愿意去帮他的忙 给他做护法守卫 所以那人就把蓝精给带走了 妖族问我们 我们不敢说呀 这关系到神族的 要是说出去 有可能全族就会被他给杀光 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没想到蓝精竟然也被 薛言平给带走了 金飞摇咒咒眉 这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有没有说其他的事 比如为什么要来这里之类的 金飞摇问道 老太太摇了摇头 突然又记起了什么 赶紧说道 他好像说过 说是要把神级界的裂缝 给补起来 裂缝 难道是神级界 通往杜天界的空间裂缝 金飞摇想起了龙大人说过 以前得飞升才能上杜天界 不然穿不透杜天界的屏障 后来是杜天界被毁于一旦后 这屏障也被打破了 出现了很多的空间裂缝 合体级的人才能随时上杜天界 也可以随时下来 虽然其他修为的人也能上杜天界 不过实力不够 只会被上面的雷劈死罢了 如果薛言平把裂缝全给补起来 那三族的人就不可能进入杜天界 就算是合体骑之后飞升上去 也会下不来了 只是薛言平这样做 什么意思 难道还指望着不让三族的人上去 好抢回神的地位不成 这根本就说不通 连天级界都已经有很多三族之人了 只封个神级界 根本就没有意思 这事情恐怕只能问他了 于是他就问道 他把蓝鲸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只是被这样带走了 没有说在什么地方 蓝鲸的母亲摇头 眼神中还是很担心蓝鲸的 毕竟族中可没剩多少人 蓝鲸身上还有生子的重任 这一被带走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得来 问了一时白问啊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金飞摇便便嘴 走这么一趟 除了知道薛言平这家伙想干什么之外 其他的完全不明了 也不知是不是同为神族的原因 蓝鲸的母亲虽然很担心 但是也没有开口请金飞摇 把蓝鲸救回来 想来他们自己也是认同了神族 就算不愿意帮薛言平的忙 也因为对方是皇帝一族 也偏袒他 于是金飞摇也没有为难一个老太太 走出了夸父族的村子 就对守在了外面眼巴巴 看着的他的妖族讲道 没事那名夸父族我去找回来 你们传下去 让全族给我打听一个叫神无一教的门派 还有一个叫薛言平的人 他非常的厉害 你们要小心一点 找到消息就送到最近的世道经 让他们交给我 陛下 那村子还需要阎王死守吗 妖族向他问道 这里的事情已经告诉了上面 但是话还没有传回来 大家都死死的守着夸父族的村子 就怕又夸父族不见了 金飞摇淡定的摇头 不用 你们以前怎么样就怎么样守吧 不用特意的去守着 南京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我会去把他找回来 你们只要接着传下去 打听这个神无教就行了 是 妖族应了下来 陛下都开口了 那就照他的意思去办 虽然现在的妖族小辈之中 只认音乐 不认金飞摇 可是还有不少的妖族听说过 他四百年前的壮举 给妖族交代完事 金飞摇带着不自由 走到了外面的林子里面 站在了树下就说 如果他们要把裂缝修补起来 肯定要把那些石头 都给全部弄出来 火山里面还有不少没拿出来 你们去那守着 总会遇到他们来的 我不会让他们把裂缝补起来的 其他的修士 也不会让他这样干 不自由从刚才开始 就没吭声 现在突然脸色严肃的讲道 金飞摇不解的看着他 你居然这么认真 不认真行吗 戒子境遇是从杜天界裂缝接到 把杜天界的地盘给偷过来 如果裂缝被全部补上 不能上杜天界还是小事 所有的戒子境遇都不能再进出 到时候我偷窥 遇到了危险时 就不能进天际珠躲避 会很麻烦的 不自由双手环抱 满脸的凝重 你担心的是这个呀 等等你说什么 那小福岛不是也不能进去了 金飞摇愣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小福岛 如果小福岛也不能进去 自己的东西不是就拿不出来了吗 不行 现在得马上拿出来才行 但是这么多的乾坤袋 要怎么放啊 还有灵草难道要全挖出来吗 它们可是还在长着的 怎么办 我放在小福岛里面的东西怎么办 不对 小福岛是光环的 在那些进去就看不到人的戒子 境遇里不同 应该不会受影响到吧 金飞摇急了 这可是比找花婉思和胖子还要着急的事 不自由看着他乱成了一团 看够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口讲道 光环岛是直接偷来的一块地 虽然不是只有入口 但是如果裂缝被禁 这块地也会在这里消失 你的小福岛中也没有多少东西 天积珠里面的灵草 有些已经好几千年了 如果戒子境遇消失 我的损失比你大多了 什么 好几千年的灵草 金飞摇整个耳朵就听见了这几个字 顿时非常鄙视的看着不自由 还狠狠的瞪了他几大眼 亲戚的待遇就是比自己好 同样是种着灵草的戒子境遇 自己是被拔掉献种的 而他的却是早就长成了千年成熟的 不自由被他使劲瞪了几眼 马上就明白过来 他这是在气什么呀 就好笑的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的我现在得赶快啊去找天员屏不能让他把裂缝给补起来才行 等等我还有些事要去做 金飞摇自然知道这事的重要性 小福岛里面这么多的东西要是全拿出来根本就没地方放 总不能全放在肚子里面 而且这还是一件小事自己的肚子也能装很多东西 虽然自己没从肚天界借过地盘 但是谁知道这肚子是怎么回事 要是也和肚天界有关 自己以后肚子变小了 就不能吃包子 不能吃肉 这就意味着便宜提高修为的办法 要离自己而去 只能花高价去弄灵草炼丹才行 那不是要越来越穷了 这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事 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不过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于是指着树林对不自由说 我们去把林子里的果子摘一些放在钱坑袋里面吧 只能到了龙心林界没有东西吃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记着吃 刚才是谁急得半死 现在倒好 还要浪费时间去摘果子 不自由被他弄了一阵 回过神来后对他就骂道 金飞摇不甘示弱地反驳道 反正肚天界这么大 就算他们要补也不可能马上就补好 干谁先倒卖 戒指金鱼第一个不能用 反正我的东西又不多 光是你的就比我的值钱 敌死你们这些富人 然后他不怀好意地瞅了一眼不自由 因笑道 我说的对吧 来 先来蘸点果子 动作快点的话 不会耽搁多少时间的 最好第一个不能用的就是你的小福岛 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不自由诅咒道 我已经够倒霉了 才不相信会轮到我呢 金飞摇满不在乎的怂怂间 等着看那些有各种特殊功能的戒指金鱼不能进入 急死那些修士 叫你们有宝物 叫你们的灵草长得快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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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газ